希望你们两个人都不要因为喝了酒啊 忘了台词了 你也会讲过语的 李连杰为他北上抛弃金女的骂名 不忘和洪生为他违背独宠四胎的承诺 励志绝对算得上是一个风韵人物 海外留学归来的励志参加亚洲小姐选拔 凭借出色的身材和长相夺得了冠军 可身材长相局限了他的发展 在娱乐圈演戏的他被打上了艳星的标签 当时有无数追求者可他却选择了赌王何洪生 可当时何洪生已经有四位太太 甚至还对四胎两安琪说出了 你是我最后一任的话 没想到遇到励志后却违背了誓言 何洪生曾说过他的爱好除了女人就是跳舞了 公开的四人太太能歌善舞 更何况是年轻貌眉舞蹈抄群的励志 他和励志在一场晚会上跳舞的画面被广为流川 一次颁奖典礼上励志风情万种的上台领奖 注意台下谢贤和何洪生坐在一排 谢贤被迷得下意识舔嘴唇 何洪生也是看直了眼 只不过在四胎和其他太太的联合中 励志最后成功脱身 才没有沦为豪门中的金丝雀 对此你觉得励志的选择对吗